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知道的 在纽德西里有个讲话 我听了 你们知道的 某个国家的留学生全是间谍 而且你也别那么说 这次美国的MIT 我们加州的Caltech 全美国最好的两家工科大学 2019年度 没有招收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 其实这个氛围非常不好 对 这明显不是一个移民政策 这是一个国际政策 这跟一连串 现在贸易战是一致的 我觉得这一点罕见的是 这个民主党没有多少反应的 对 你没看到任何人有声音 这两党共识 就是中国的发展已经太快了 已经变成了 以前说我们要把带到中国一块走 而且是变成一个对手了 所以这个政策问题是政治问题 而不是一个政策问题 现在是说这两个大学 以后很难说其他大学 没错 没错 而且这两个人不仅是美国 都是世界最好的工科大学 对 而且以前只是那种像NASA这种航天中所的雇员工作时候 不能雇什么什么人 现在连大学只不过来留学而已 对呀 而且MIT每年从全世界范围招收那么多的本科生 居然没有一个 就是你可能说中国大陆学生不聪明 比例比印度人少点 那也不能一个都没有啊 不可能一个都没有啊 所以这股情绪 或者说这样一个政治性的东西 实际上已经开始伤害到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申请 所以有时候我在跟那些 现在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所谓的留学机构 他们也在担心 他们说我们现在在指导留学生申请什么专业 如果你学申请唱歌 都学文科 对 学唱歌 我估计他们不会介意 你到你到女儿去音乐学院去读一个什么声乐的博士 我想你只要出钱 大家乐见其成 是 是 是 问题在这儿 除了这个现象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现在以前留学生 从法律上来讲 留学生是不可以打工的 尽管在你我这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只在校园里面 校园里面 对 我们在校园里面 但是现在留学生呢 很多小巧不严的都会在外面有一些兼职 有一个东西兼职啊 我还有点不太理解 但是我还请教陈律师 有一个留学生 他回来的时候 他放假回家探亲嘛 回来以后到了海关 移民就不让他进来 说你非法打工 他说我从来没打过工啊 他说你查记录 你就跟移民就争取了 就移民说 你在美国给中国国内的人买东西 代购 这个就叫非法打工 法律能这么解释吗 这个是一个grade area 就是因为这个代购 是一个灰色地带 是 这多少年刚刚出现的事 以前没有代购的一说嘛 没有这么一个说嘛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严格从法律上讲 现在还是在争论这个 包括美国自己怎么样去在税收上面去管理 这也是有许多混乱的事 对对对 英特纳的收税的稳择现在没解决 很像这样 你是在美国这个土地上面赚的钱 赚的钱 不管你这个钱最后在哪去拿到了 你在这个地方从严格的税收角度上 你应该给美国政府要报税 可是他可以说 我是在帮别人帮忙 所以说这就是在一直在需要 那么现在移民局在海关它有很大的权利 它可以说 这就是我理解的法 因为你还没有进美国本土 我们有很多现在很多人说 我在海关没扣的了 谁说 你能不能到这个去把他救出来 我说这个 对不起 没进海关不属于美国领土 你还不是在美国说 还不是他的土地上 没错 对 所以说这种 你还真是哑巴吃黄脸 你说他非要这么执法 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你都没有一个court能够去听你 他没让你进来 他真的不让你进来 你找律师就找不了 你找不了 找不了 对 所以当然了 有些有人说 哎呀 现在移民多了一招 要翻我们的手机 是 他说 我在想 我不知道这些移民官有多少看得懂中国文字呢 前路级还有一个 我知道打到办公室电话 然后就查他说是 他在跟律师联系 各种各样就谈移民的途径 变成个移民倾向 这个有点过分啊 对呀 我可以请教任何问题 我问了陈律师 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租房子 应该注意什么 这也是律师问题啊 而且还有一个 他本应该是在RPT或在H1这个基础上 这个是移民法 就是说可以允许你去申请这个最后的绿卡了 这也变成个移民倾向 在这个把它拒之门外 我觉得这也有点过分的 这就是说这些是将来不管是你川普这个怎么样的政策 绝对需要反对的事了 对 你就不是改革移民这个现状了 而是设置很多很多不合理的 与这个宪法完全相左的关卡 这就充满敌意的了 所以整个这个氛围啊 所以我跟很多留学生讲 我说现在你们是好时候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现在不仅仅不需要是富二代 你只要是一个中国的公务员 都养得起一个孩子在国外读书 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个好事 多了一些教育 特别是美国教育资源 那么丰富 你应该说原本这是一个真的是互补 现在很多美国大学啊 在从中国留学生身上赚了不少钱 你看咱们的这个USC学费这么贵 再加上吃饭 再加上各种消费 一年七八百七八万 我们家的大学 你看我大学里面 我记得以前在路上走路啊 现在几乎是一走一讲话 百分之大概近几五十是讲国语啊 广东话都没了 这以前我多少年前的教书说这很少 我记得88年的时候才有一个中文班 才十五个人 现在那个学生啊 也就是说这个加州大学从这个中国身上 真是拿了不少好处 然后能支持许多学校的经费 说他们也是也是也是有苦难言 而且你不要了 这几十万留学生 他还不算他父母来探亲 他们来回这个这个行走在中美之间 这都是都是支出 都是开销 也都是属于消费 所以来讲 我记得在那个 这个欧海欧有一些有些公立大学 他说那校园里你看满眼看去 都是为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的班 专门给你留学生设个班 可是曾几何时 我们总统上台之后 好像你这脸变得比较快 我可以理解 美国开始意识到人才的竞争 是未来任何一个国家 也不光是中国了 美国跟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竞争 竞争的根本的这个基础 因为说半天 科技东西都是人发明的 没有人什么都 你基本发明了 别人也会超越你 所以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在这 就像您讲的 如果你从根本上是采取了一个敌意 那就是把法律条文 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去执行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留学生的朋友们 要真的在过海关的时候回答问题呢 要慎重一点 没听懂 我发现有很多人没听懂 Oh yes Oh yeah 我说你没听懂 你就是没听懂 千万别跟海关人说 这个装懂 这东西很麻烦 你一旦答了yes 你再回来说no 大家就认为了 你真是欺骗了 不要随便签字 对 还有一个随便 不能随便签字 碰到 上次我碰到一个这个 一个人 他跟我讲了个故事 他说更冤枉在哪呢 我们中国人都有运信嘛 中国人喜欢发笑话 发笑话也就算了 洋人其实看不懂 我们中国文字的笑话 发图片 有一些不雅的图片 其实不是他发的 你更不是他存的 人家就随便 说你这个人 那这个搞不好相当相当严重 如果你牵涉到有许多完全不改美国 比如说对儿童的 对呀 再有几个儿童不雅之道 有一次我一个群里面说 这个这个家里面是打小孩打屁股 就是一种一种存在 我我离开我就说 我说你千万把这赶给去掉 你要真是要是没有看这个以后 那你再行事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 你会有点大麻烦 是啊 真的 所以呀 而且这个美国社会对这种 而对这种所谓的 你的黄色荧物 其实大家并不太管 成人荧物他不管 但是小孩 你看上次有好几个人 把他们起诉罪名 都说他们存有很多 孩童的不雅照片 这就成为罪状之一 如果他存了很多 美国裸星的照片 人家不管 那是成年人的事 我们不管 但是小孩子不可以 所以我就想提醒我们很多朋友 既然美国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 查手机了 进境前 看看你的手机 别给自己惹下很多麻 有很多朋友呢 就为了转发 他把一些照片 就safe在自己的这个file里面 那就更完蛋了 对对对 你说这是你的照片了 这就不是不再是别人转发的了 所以呀 现在的问题就是留学生呢 当然还有留学生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除了非有打工之外 现在留学生呢 经过上一次移民局的钓鱼执法之后 现在伪造身份的事情确实少了很多 就是要么我拿不到H1 我要不就回国 我们公司好几个好几个这个这个这个年轻人 就是H1抽签没拿到 不管他怎么多喜欢 嗯 他也要走 是 他说我也不想在美国再靠学校再维持个身份 或怎么样 没拿来吃饭 我就回去了 嗯 所以最后一点时间 就是想说我们这些留学生在法律 除了刑事问题 在签证相关法律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对 刚才您讲的都讲了 就是说在美国上学期间好好学习 学知识 对呀 学习一些一些这个这个一些先进的 不仅仅是知识 还有一些这种理念也好 各方面也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就说尽量早一点 如果真想留在美国 早一点做手准备 对 去找工作也好 还有一个呢 如果说是工作公司方面不太容易的话 你就继续可以学 你学到这个硕士学博士 还有条路是比较 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你拿到博士 你跟导师在一起 发表一些论文 参加一些国庆议的会议 你最终可以申请一个叫EB1 特殊人才 特殊人才 还有呢 就国家利益豁免 就是这些东西吧 就比你H1要容易不少 所以说好好地学习 打好基础 而不做一些违法的事 然后如果你必须回去 那就回去呗 调调大陆 其实现在 对 天下 你就要有才能 总有你发挥的地方 再过三十年 天知道中美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也许那会儿非常融洽 中美之间连签证都不要了 也许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也可能 中国完全超越美国 美国也可能 那个时候 你更想移民 中国的 时间关系 今天只能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陈敏松理事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